問題的話,你一定會沒有,就是這個地方就出現 那我們就是一,宣告物件,再連結 再來就做什麼,一,二,三,三的話四件 那因為有,我要做幾個事件呢 按鈕上面有沒有,分別有一個按下去之後在上面顯示 一個按下去在上面顯示 所以呢,這個事件要怎麼建立呢 其實就建什麼,有三個按鈕 所以建三個事件就好了 當然有些書會寫共用事件 不過我覺得共用事件好像沒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乾脆把事件分開來寫就好了 那怎麼寫呢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講的,這邊已經寫好了 就是我上禮拜講的,第一個 在button,那個0的上面點下去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你就打一個B00點下去之後 要建立一個set,set什麼呢 setunclicklisten 那setunclicklisten,實際上就是在上面建一個listen 就是偵測一下,user有沒有所點下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我就按一個,選他按enter 有沒有,他會跟你要一個什麼listen 那你就new一個什麼呢 這個我想簡單的規則就是,在哪裡建listen呢 在button上面,所以你就打一個button,點 點下去把set後面這一串摳過來 我想這個流程大概都差不多 我建listen的這個方法應該算是比較簡單的啦 然後呢,我就一個小瓜糊,一個大瓜糊 再後瓜糊加一個分號 這個我想各位盡量就把它當成是一個規則記下來 OK,這邊打錯了 OK 這個時候你油標放上去的話 因為有大瓜糊,可是你卻沒有實作 沒有實作的方法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抽象的類別 這個listen是一個抽象類別 如果你繼承了這個listen,你就要實作 哪一個呢,實作unclick的方法 這個是java物件導向觀念的基本 OK,那你繼承它對不對 你有大瓜糊,可是你沒有實作 怎麼辦呢,油標放上去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這個部分跟上個禮拜一模一樣 有沒有,所以以後建listen的 無論是button,無論是checkbox 無論是其他元件,方法都一模一樣 都一模一樣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把這個記熟 就是setunclicklisten new一個什麼呢 button上面的unclicklisten 這個是這種方式叫做匿名物件 匿名物件的做法 不過我想暫時你 如果說不想知道那麼多 你就先把這個稍微記一下 然後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做什麼呢 它會自動幫我實作unclick這個方法 OK,那當我點擊那個按鈕之後 要做什麼 我的需求就是點著它 把上面這一個加上0 OK,那我要怎麼點它上面加上0呢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 這個東西叫什麼 testshow裡面原來的文字是什麼 我先把它存起來 然後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0 好,那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 我先把它取出來 把裡面的testview先取出來 所以這一行我先拖籃一下 就是我先建一個什麼 這個是Java寫法 基本上就是 我在這上面 先建一個string的一個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它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把test 有沒有testshow 就上面那幾個字 也許你現在不只是電話號碼 也許你打個0 那現在再抓回來再加個1 再加個2等等 那你要怎麼把它抓回來呢 在Java裡面有很多的get get使的就是取得 gettest 然後呢 後面記得一定要把它totstring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它totstring的話 它不會變成自竄 不會變自...